大家好 又是我美聯物業上水等嶺區的Kiwi 今天我帶大家來到北部都會區上水高爾夫御苑 這個是榫檬之中榫檬的地域 為什麼 因為它2018年入伙 更新之餘 它遲些還會有一個古董站站在附近 十分之不得了 它還要是一個豪宅級別的分層式住宅 還有一流的景觀 這個單位是277呎實用面積 開放式的單位 有一個露台 業主還在這個單位做了一個高架的空間設計 事不宜遲我帶大家來看看 在上水站搭屋苑的Shotobus 5分鐘就可以到了 一到來 咦 周圍的設計和椅子和走廊 都是豪宅級別的 好美啊 啊 這麼快就已經到了 進來看看 一進門口 圓關位右手邊 就看到一個很新的房子的多用圖鞋櫃 另外門邊著一個很高長的全身鏡 進去看看 已經看到業主做了一個高架的空間 走進去看看 是一個方正的客飯廳 一個落地玻璃窗 好 我走過去那個高架的設計空間 看看 到了 看看 嘩 樓底都很高 上去都還有這麼高的空間 相信本身業主是想這裏 用來做一個寢區的 先走回去 最重要就是看這個 露台的空間 依然呢 都是有一個不錯的景觀 很開陽 都很舒服啊 我轉身回去看看 Open Kitchen 都是名牌Miller的家電 進去廁所看看 豪宅級別的設計和用料 嘩 非常漂亮啊 我真的很喜歡啊 好 完成 如果想著不乘坐Shuttle Bus 淘寶走去上水站的話 大概要15分鐘 接下來北部都會區 會發展得越來越快 古洞站很快就會出現 趁現在還低水的時候 別想了 要立刻決定的了 如果你喜歡一個屋苑 但是又想要大一點 就是好像三房四房那樣的話 其實我也有的 但是剩下沒多少 都是要立刻決定啊 盡快找我啦